主料,风干牛肉200克,土豆1个,胡萝卜1个,冬安豆芋泥100克,樱桃番茄150克,主料,干辣椒1个,农糖保一盒,生抽1小勺,盐,综合胡椒碎2分之1小勺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土豆胡萝卜切丁,泡清水备用,樱桃番茄切两半备用,开火,温油小杠红辣椒爆香, 放入控干水分的胡萝卜厨豆,节制外表微微收索,加入樱桃番茄略翻炒到番茄汁渗出,加入改过刀的风干牛肉,锅内加散香烷水和鲜鱼所有配料,大火煮开后,香火热烧20分钟左右,超市买来的冻豌豆和玉米,加少许盐煮到软烂,起锅前加入牛肉粥,翻炒收支出锅,起锅,烘红这个可以做菜,也可以做面条的 焦头,都很美味哦,烹饭技巧,刚烘辣椒在炸锅的时候,一定要微微放入,看到辣椒微微变黄以后,迅速投入其他材料,这样辣椒的味道才会香辣不香口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